太炸裂了兄弟们 你们见过可以玩3A游戏的成品NAS吗 这货不但有着堪比桌面级处理器的性能和AI算力 而且有着堪比DIY NAS的扩展性 不但兼容各种企业级的SSD硬件宽容度极高 我都不敢相信竟然有人把这么炸裂的性能和配置 统统塞到了一个不到10升的成品NAS里 那咱们今天就跟着金水一起来了解一下 名凡的首款AI NAS主机N5 Pro 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金水神技能 我是带大家玩NAS的金水 名凡的N5 Pro搭载了AMD的Reason AI9和Reason 7的处理器 它内存最大支持96GB的DDR5的ECC的内存 那金水这次拿到的这个呢 是AMD的AI9HX Pro370的版本 那默认配置呢是32GB加1T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N5 Pro的外观的整体设计 延续了明凡的简约和内敛的风格 那通体呢是铝合金CSN一体成型的外观 那底部呢有散热开孔 那正面呢5个硬盘的盘位 那兼容3.5寸和2.5寸的硬盘 那硬盘的拖架为塑料材质 那采用的是免螺丝快装结构 那硬盘拖架的底部和侧面呢 均有缓冲的泡棉 那它可以非常有效的减轻硬盘运行中的震动 那正面呢配有一个电源按钮和各类的指示灯 那一个USB Type-C的接口和一个USB 3.2的A口 那背面覆盖的面板呢为塑料材质 那内部呢有两个92毫米的风扇为硬盘散热 好我们来看一下IO接口的部分呢 一个DC的电源接口 一个USB 2.0的A口 一个10GB的电口 一个5GB的电口 一个USB 3.2的A口 一个HTMI 2.0的接口 一个USB 4 Type-C的接口 以及一个满速的AUKLINK接口 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没看错 那明凡呢在这个NAS上给了一个AUKLINK接口 方便大家几乎可以无损的外接高性硬能显卡和其他AUKLINK设备 那这次呢明翻N5 Pro呢附送了19V 14.7A的电源 和一个M2转U2的硬盘扩展板 一根HDMI的线 一根RJ45的网线 那不知道看到现在呢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大家看到这个外观呢 它好像没有换配件的开口 这里呢就比较有意思了 我们取下底部的两颗螺丝 那我们就可以把整个设备的主板部分呢 像抽屉一样拉出来 像你看到这里呢 经常看我视频的小伙伴呢 就应该一目了然了 那这个设计呢正是延续了MS01那款迷你工作站的思路 那机身的主板部分呢采用了抽屉式的设计 非常方便日后的维护 那么我只能说之前给大家提到的SM01的DLC 这不就来了吗 好我们拆掉左侧的风扇 大家可以看到三个MDR的插槽 那这三个插槽呢都是支持2110全尺寸的企业级的硬盘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官方附纵的这个转接板 然后转接出两个企业级的U2的SSD和一个280的NVME的硬盘 理论上可以支持最大34个T的容量 那我们往下看 我们可以在底部呢发现一个内置的USB4的插座 那这个插座呢是方便我们以后插引导盘用的 那这样灵活的扩展性呢带来了多种的组合方案 我目前呢也只有在名本家能看到 好我们现在把主板翻过来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CPU的散热器 下面呢就是内存的位置 那旁边呢还有一个PCIeX16的插槽 那虽然呢只有PCIe4.0X8的带宽 但是呢我们可以用它来扩展显卡 或者是更高规格的网卡 甚至是PCIe固态硬盘 那已经是绰绰有余了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在这呢 装了一块从朋友那儿借来的4070 那插上之后呢完美适配 那尺寸呢也是刚刚好 好我们按上独立显卡之后 BIOS默认设置 风扇策略自动 我们来烤个机 i的64单烤FPU40分钟 CPU的核心呢 全程可以稳定在3.6GHz 在深圳室温29度的时候呢 那CPU的核心温度呢 长期可以稳定在37度左右 那最高呢也不过50度 那功耗季呢显示 整机的平均功耗呢 是在83W 然后我们使用i的64 和甜甜圈双烤20分钟 那设备的总功耗呢 最高137W 显卡的最高温度呢 已经接近90度了 那我们在布装显卡和机械硬盘的时候呢 整机的待机功耗呢 是在16W左右 那安装4块 东芝的N300 8T的硬盘 它的总功耗呢 会在46W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明番配备的这个279W的电源 即便是在所有设备满载的情况呢 还是有一定的富裕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还跑了一些日常的测试软件 在这呢 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大家简单的看一下 那作为一个NAS产品呢 我们的测试重点 则放在了存储相关的性能上 我们使用硬盘的第二槽位 搭载金士顿的硬盘 就是它自己自带的那块硬盘 读取呢 是3553.9 那写入呢 是3269.6 那这个数据呢 作为PCIe 4.0呢 只能算中规中矩 那我们使用第三个槽位 安装三星的PM983 那它的最高读速呢 是2980兆 写入呢 是1300兆 那我们通过它的转接板呢 接了一块三星的PM983的U2硬盘 同样 它的最高读速呢 是2000兆 写入呢 是1300兆 那当然 如果你没有U2的硬盘呢 这块转接板 同时还兼容SET接口的硬盘 那么在机械硬盘传输的方面呢 我们使用东芝的NAS专用硬盘N3008T 顺序读取288兆 那写入呢 281兆 基本呢 是顶着硬件的上限在跑 那我们在飞牛NAS系统中 那么用这四块盘建立锐的5 那么待机20个小时 之后硬盘的最高温度呢 也只有34度 我们使用达芬奇的测试软件测试三转 最高的写入呢 在875MB 读取呢 可以在926兆B 注意 这个是通过万兆网卡 纯锐的5的读写速度 是没有任何缓存盘的 而且呢 即便在经过多轮的读写测试 那硬盘的温度呢 仍然稳定在34度左右 那几乎没有变化 那么在搭载动智硬盘之后 N5 Pro的散热能力呢 确实让我有点惊喜 而且呢 更让我惊喜的是 即便在高负载的读写场景下 它的噪音呢 也是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 明凡的N5 Pro呢 它配备了一个10G 和一个5G的双网卡 那么在Windows下和飞牛OS下呢 都是可以正确的识别的 那无论你是大文件的传输 或者是iPod 3打流 都是可以轻松的跑满网络带宽 那么如果你手上碰巧有NAS产品 那你可以通过雷电网桥 或者是雷电3的网卡 通过USB4结构 实现万兆以上的传输效果 既然有了独立显卡 那游戏自然是跑不了的 那配合独显 使用了NVIDIA最新的驱动 即便是在1080P 或者是2K的默认高画质下 那测试的这几款游戏呢 都是可以稳定的60帧畅玩的 那即便你不想查独显 那自带的核显 可是890M 它也可以让你实现一部分的3A游戏自由 好 看到这里 小伙伴们都应该对明凡的N5 Pro 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那通过一个月左右的深度测试 那金水师真心觉得 它在性能和扩展性方面 几乎在同价位同体积 那是无懈可击的六边形战士 我觉得只要它的价格合适 那它必定是2025年的NAS圈的一匹黑马 而且呢 明凡自己也开发了自己家的NAS系统 那金水师觉得它们的UI风格呢 还是相当不错的 你像它默认的ZFS快照啊 它的雷电网桥啊 它的串流功能 还有SMB一键挂载 金水师觉得它功能性呢 还是非常好用的 只不过目前为止 它整体的完成度呢 还是稍微有点欠缺 那非常期待后续呢 可以体验到更加完整的版本 那看到这里 不知道屏幕面前的小伙伴 是不是已经动心了呢 好了 到这里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可以在你选择NAS的时候呢 给你提供一点点的参考和帮助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和转发 也感谢大家收看金水神机能 我是金水 咱们 再见 by bwd6